最近关于刘德华演唱会终止的新闻几乎传遍了所有的平台 一时间全国的粉丝都在担心天王的身体状况 其实问题不大 据悉华仔将停休三场 31号继续复出为大家表演 为了回馈歌迷 华仔真的复出很多 作为他的粉丝 胖牛也是无比心疼 当然最心疼的还是华仔的妻子朱丽倩 在华仔宣布终止演唱会时 台下朱丽倩立即站了起来 她朝着刘德华的方向为她打气 小小的一个动作足见夫妻情深 天王嫂也知道家人存在的意义 可能就是在紧要关头给她支持下去的勇气 很欣慰华仔有这样的老婆 也羡慕朱丽倩有华仔这样一个完美的老公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会继续支持华仔 这次喉咙出问题也是因为 刘德华自身太拼了 她不想让歌迷失望 早在演唱会之前 医生已经跟她说过了 但是华仔依然坚持开 因为她知道 很多歌迷都是从外地来的 甚至有的是从国外来的 如果贸然取消 一定会让歌迷失望 于是选择继续 说真的 其他歌手最多都是唱三天 凶一天 还感觉疲惫不堪 然而57岁的刘德华 还要持续唱14天 这样的战绩 试问现役哪个歌手可以做到 要知道 华仔的演唱会 可是常常爆满的 有网友表示 为什么连排这么多场呢 谁身体受得了 如果真正爱华仔 请给予理解支持 钱能退多少是多少 反正我不会因为退钱的问题 去记恨华仔 只希望你尽快好起来 感谢你陪伴我走过的时光 还有的网友表示 做人要厚道 取消演唱会不是华仔的初衷 去看看华仔以往的演唱会视频 你会发现 华仔真的是得意双心 他是为粉丝着想的艺人 也非常努力 大家也别嘲讽我 站着说话不腰疼 要是我有票 反正我是不会退的 我也没有必要去退票 如果以后刘德华 还看演唱会 肯定会让你拿这张票 免费去看 就算是以后不开了 也就算是一个纪念 这样的话 这张门票就远远地超越了 这张门票的价值了 就像一个专程 从纽约飞来的粉丝那样 他说飞十几个小时过来 好失望 但见到他那么辛苦 也很理解 不会退票 留着做纪念 至于那些 说华仔看演唱会 是为了赚钱的 真的是好可笑 难道拍戏 不比演唱会更赚钱吗 现在的华仔 都多少个亿了 他看演唱会 不是为了钱 是为了感谢多年以来 支持他的粉丝 也许懂的人自然就懂了 不懂的人 没有必要理会